複 蜜字旁它寫得很小而且偏高 那你就要寫的很小偏高 很小龜很小 它寫得還是很放硬而且很挺近 中間密度還不高 所以一到 哇最討厭寫這個筆畫 寫的都是 跟右撇不太習慣的筆畫 剛才講說這邊特意小 所以這邊就可以塞這個縫縫 寫上去折 馬上收束 斜上去 這裡看不出來 一樣是習慣給它斜上一個 折角的感覺 一樣斜上去 每個筆畫都是斜上去 好 最後這要靠這個來平衡的 拉得很低 外勁拿以後飽滿的勾上去 這個點會偏高 這是它習慣 負 5 逆上去斜下來 橫畫 折 好 斜扁一點 這很扁 折 又很用力 出到細 這個是細到出 慢慢變出 折一下 扭一下 讓它可以擠上去 撇從這個正下方 下筆不離點 撇 本來就是點 點就壓下來 後面還是要稍微壓下來重一點 好 握旋 第一個起筆就很直 然後還翹上去 很特別吧 再來下來 真的是從頭到尾都是在表現它的技法 這 但它技法真的是很明確 要比儲稅糧來的好一點 技法兩個都很多 但儲稅糧的技法比較飄忽變化比較大 柳公權的技法就比較實在 告訴你它怎麼做 要做到什麼 你就照做就好 各有所長 好 剩這一個筆劃 加點出息 後面手臂 喔 鼠 跌 向內集中 這種向內的動作 不要聽到我那邊向內集中 然後手上都沒動 我真的往內集喔 很多人念過念了 嘴巴 講了一套 做的是一套 還是要真的向內集中 這是因為圓盡之勢 所以你想辦法比兜起來變圓 然後再彈上去 好 如何維持毛筆的彈性 是一個寫書法的人 要隨時注意的 比用力跟寫的有彈性是兩回事 而在你能不能掌握筆 在那瞬間跟止摩擦時 所產生的力道是否剛好 還是太多 好 這三個點都很凝結 好凝結 那上面兩個點會比較近 這個點會比較出去 這個點 挑不要太長喔 因為等下個 拳喔 欸 豬 這一隻豬啊 很少人有人 骨鐵裡面很少出現這個豬啊 這個豬字 而且寫得這麼漂亮 真是不愧 這個很短喔 不愧 柳公圈 然後這個多一點弧度啦 沒有想像中是直的 倒是這個伸得非常的長 扭轉一下 這個也撇得很長喔 通常這個外面的部分喔 柳公圈放得很開 裡面的部分喔 中弓的越接近中間的地方 收得越緊 越不能呼吸 越外面它就伸得越開 對比性很強啦 好 好 菜 上面炒頭 菜 向內集中 鋪開 鞋上去 鋪開 好 這往旁邊鞋 帶回來 鞋上去 再撇 點 點 第二個比較飽滿一點 鞋上去 再撇短 短喔 不要太長 那鋪開 趕快送出去 那個那 一定要靈活 不靈活就會遲滯 看起來好難看 好斜過來 跳上去 然後點 啊 往左邊點 點 右邊點 再壓下來一點 菜 擋 擋 操 操 向內集中 這個都寫得很厚 伸長點 氣筆撇進來 那這三個點 記住 它寫得很靠近 很靠近 然後這個才有寫開的感覺 所以它在搭配的時候有時候靠近 真的會靠近到讓你覺得 好緊 不太舒服 不太能呼吸 這個又鬆了 伸得很開 然後撇 哇 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這個線裡面開始 一般都會從這裡外 第一次看到 這麼多字裡面 第一個 好過來一點 勾上去 然後第一個撇 是不出風的 第二個撇 拉長 當